星雲大師信仲及親戚 大陸百人團申請來台 但國台辦副主任 龍明彪和前宗教事務局局長 葉曉文等38人 大陸官方吊咽團 陸委會以為安為由 要求國台辦必須跟陸委會聯繫 最終導致官方吊咽團無法成行 只是這為安的理由 網友看不下去 雖然難道他們來能放炸彈嗎 還是他們來了 台灣2300萬人 就會被洗腦筒斬 要讓他來的話 可以排除各種障礙 不讓他來的話 可以找出千百種理由 這個就是蔡政府 做一套做一套 我想在江炳坤先生的時代 就有過專案 這個專案是他們不做 而不是做不到 兩岸航點沒回復 影響百萬台生台商台卷 台灣農漁業困境更難解決 若這回大陸吊咽團能順利來台 這會創下蔡政府近七年來 陸方官員訪台最高層級的記錄 各界感嘆蔡政府的政治考量 措施兩岸破冰企擊 這是一個最好的教育跟交流的機會 我們把它喪失了非常的可惜 很明顯的還是在做一些意識形態的攻防 代表蔡英文說願意跟對岸坐下來好好來談 根本都是假的 對岸含話只要承認九二共識 歡迎綠軍到大陸談 藍軍質疑蔡政府想藉此 營造沒有九二共識 兩岸官方也可以溝通協商的假象 但卻大破功 老共那邊很明確就是 再而九二共識 不然的話談都沒得談 那你民運黨每一次都喜歡講說 那就是不要九二共識我們再來談 那顯然兩岸之間就沒有任何交集 陸團來台吊咽 星雲大師遭拒 卻也就此阻斷兩岸善意溝通的機會 記者張焦鵬 陳怡柔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一旦能從新聞裡看進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